佛山禪城 東方玉彩酒店 我來到佛山禪城的東方玉彩酒店 這間酒店其實是一間素食酒店 之前我中山素食的朋友 一直以來都推介我過來這裡感受一下 最近因為我的年假 我都想refresh和relax 我會準備在這間酒店過七天 這七天期間儘量放鬆自己 再衝刺放完格後繼續努力工作 這間是素食酒店 但酒店是不要求所有入住的人 全部都是素食者 如果要發食分食的話 只能夠拿入自己的房間吃 酒店是完全素食的 酒店不是很大 營運了大約十年 但也保留了十年前的裝修 你看到天花板 柱位 還有地板 都是非常乾淨的 這間酒店是休息室 客人平時可以坐在這裡休息 但這個範圍是不能夠食慣的 酒店的茶室 我個人來說是非常欣賞的 今天陽光很好 其實坐在這裡泡杯茶是非常寫意的 今天我點了一包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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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茶室是五十元可以泡一種茶 可以坐三個小時 我們現在開始泡茶了 平時在這裡泡茶挺寫意的 我之前的腰酸骨痛 來到這間酒店好像沒有了 這裡就是酒店的商店 會買一些像陶瓷品 還有一些素食品 還有這裡也有一個微波爐 是給客人釘食物的 因為平時它會有些包典賣 不過今天賣光 還有一些醬料、腐乳、豆腐、酸菜等 還有一些客人一次性的用品 或者是一些洗衣液 在酒店的咖啡廳 可以隨時看看書架上面的書 或者喝杯咖啡 看看電腦就可以坐到一個晚上 其實酒店的酒廊都很乾淨 你看看 那些地毯都很乾淨 我今天訂了八樓 這間是809號房 這裡就是洗手間 其實洗手間也很大 這裡有兩張床 我要盡快拍給大家看 因為一入住座 就沒有那麼乾淨 還有一張圓桌 我覺得這間房子很舒服 這個就是外面的景觀 因為差不多都晚上六點 所以我要盡快拍給大家看 四樓餐廳 和醫護廳 這裡就是酒店的餐廳 酒店的餐廳是純素食餐廳 是沒有蛋無賴的 這裡所有的商品 無論餐廳的商品 和下面商店的商品 都是自助的 是沒有人會檢查 究竟有沒有給錢的 老闆的理念就是 絕對相信客人 我覺得老闆這個理念 是非常之好 早餐的品種不算很多 但是我覺得 對於我自己個人來說 就是很足夠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 都不是吃很多東西的人 他的品種其實我也挺喜歡 有咖啡 有這些花茶 放蜜片的食物 南瓜籽 葡萄籽 紅豆 這些就是蜜皮 和松米片 酒店是沒有蛋無賴的 所以酒店是會用一些 這款我其實很喜歡 這個就叫做雙色豆漿 喝下去有點像黑豆豆漿 或者以蜜奶 有些蛋糕仔 有些蛋糕仔 有些麵包 這些果醬 都是酒店自己做的 有些白粥 有些類似 有些類似 好像這個 我想看看是甚麼 好像是 類似 類似 對 這個是小米粥 來的 有些蜜米 粟米 蜂薯 薯仔 這裏又有些蜂薯 剛才那個應該是南瓜 這個是蜂薯 說錯了 有些小饅頭 有些小饅頭 這個應該是紅豆包 我沒試過 應該試一下 這個應該是燕麥包 好了 這邊有些麻辣湯 我每一朝都會來吃 因為我喜歡吃不同類型的蔬菜 因為蔬菜很新鮮 廚師每一天都很用心去做食物 而且是否很乾淨的地方 現在廚師很細心做腸粉 有不同類型的調味料 我最欣賞的是這碗蜂薯粥 由酒店走路過來 大約兩分鐘左右 就有一條叫做羅原村 這條村是一個小村來的 但環境很清淨 還看到有人在釣魚 羅原村是中國的嶺南水鄉 亦是目前中國文明村落之一 我進來的感覺 都覺得這裡很寧靜 而且周圍很乾淨 現在的叔叔在掃垃圾 都不止以為是在城市 都不著寧靜 你以為是在城市 都不著寧靜 你不著寧靜 我可以在城市 你不著寧靜 也不著寧靜 有嗎 我怕會被嶺南 有嗎 有嗎 這條文明村落 異景都別有一番魂味 清朝有一位很青年的探花羅文俊 就是羅元村的人 村內亦保留了羅文俊故居 村內的巷都很乾淨 地上真的沒有垃圾 我們現在來到羅文俊故居 這裏就是羅元村名人館 在探花園旁邊的這棵老榕樹下 就有一個巴士站 這個巴士站就是一條路線142號車 就由這裏發車去到吳村 途經吉里市場 全程大約一小時 每45分鐘一班車 今天我就不在酒店吃了 亦都不出去吃素 來到羅元村入面 一個東北夫婦做的小店入面 吃個餃子 老闆娘夫妻都是素食者 那些餃子都是他們自己做的 我今天就點了一個酸菜餃子 這個餃子的皮很薄 因為平時我很少吃餃子 因為我自己覺得吃完很生氣 因為一般的餃子很大隻 但老闆做的餃子其實是很小隻的 其實這裏有20隻 對於我來說也是有些多的 這碟大約是20元左右 好 Hello 我的佛山七日的素生活體驗假期 過去了 我要回中山了 我們平時的生活不多不少都會有些壓力 或者當我們感到我們生活上一地雞毛的時候 我們總要找過我們自己的空間充電 輕鬆一下 亦都有很多客戶都希望我可以陪同他們收留 所以我就不可以去一個妖門 那我就藉這個機會 就由中山的朋友介紹我 來這間佛山的東方玉彩酒店體驗一下 當我來到這裏的時候 我真的感覺到這間酒店給我的感覺 就正如他們提倡的健康、希望、環保、文明的素生活 那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